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你们好 我们每个养鸽人都希望自己的小鸽子是健康的 然而我们有一些朋友就遇到了这样的难题 小鸽子出壳二十多天以后还不能站立 还站不起来 别说走路了 站都站不起来 有的一只腿不能站立 也有的双腿不能站立 是爬着往前移动 这几天有好几位朋友在向我说说 自己的小鸽子站不起来 他说按照正常的呢 二十多天的小鸽子就能下窝了 问我为什么我的小鸽子站不起来 我今天呢就这个问题 简单的和朋友们交流一下 在正常的情况下呢 鸽子一般的十几天就能站立了 十五六天他自己就会吃食了 也会走动了 引起鸽子二十多天不能站立 不能走路 我认为有以下的几种原因 一个呢是种鸽子年龄过大 在种鸽配对期间 我们呢没有给它很好的做调理 一个它的产单的质量不高 第二个在孵化期间受到惊吓 也会出现右鸽呢发育不健全 有的鸽子呢甚至出生以后 还有死亡的 还有一个呢 如果是极度进行配对 也能出现呢鸽子发育不健全 小鸽子出现变异 也有的呢就是天生的残疾 还有一点就是小鸽子在刚刚出壳的前几天 由于打架抬呀使小鸽子呢造成了残疾 还有一点呢是非常严重的也是非常多见的 就是由疾病造成右鸽先天性不足的主要的呢最悔祸首 还是沙门市 朋友们不要小看这个沙门市 种鸽子配对前没有很好的心理沙门市 它做出的小鸽子本身带有病菌的 也有可能在出壳数日内死亡的也有的呢会造成残疾的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种鸽配对前预防清理沙门市 还有一点种鸽在配对抚育期间没有给鸽子补充钙质 补充矿物质和微量余素也能导致小鸽子发育不良 造成小鸽子不能站立 以上我所说的这几种原因 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小鸽子 到了该站立的时候不能站立 该行走的时候不能行走 我们在平时养鸽子的过程中呢 一定要细心的管理 方方面面都不能马虎 把种鸽养好你的小鸽子才能健康 我今天这样说也是泡转引玉 希望我们有经验的老师 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 让我们的新手朋友受益 谢谢了 再见